我们的编导小剑都说今天颜值好高啊 特别是多了文涛 要不是我 不是拉低你们一点 堂哥真是 你每次来我都得特别费劲 我都得帮你找大美女 才能配得上你啊 对吧 好不容易找到咱们这个礼爱今天有空 我应该是顶替于飞红的位置 我那天想见飞红 我是为你找的 你这跟我打仗 年轻有年轻的好处 这个资深有资深的好处 你得知道他成长的地方 那地方现在都叫脏街 刚才嘛 叫三里屯脏街 是哈 对吧 这个所以这个冯唐老兄呢 今天来啊 我是想请他聊聊这个三里屯的前世 咱可以录两集 第一集叫前世 第二集叫今生 对吧 主要是因为最近出事了 我估计你在那混过的人呢 会有一些感触 就是这你 李爱你听说也是对三里屯这条街特熟 是吧 我其实不算 因为我是一广州人 我等于是到 那肯定是去的 但是我肯定见证不了他的前世了 三元礼去的 三元礼 也就是在课本里头比较熟悉一点 现在三元礼有非洲的感觉 是吧 应该也广州也没那么多 这个非洲人也没那么多黑人兄弟 但是因为我来北京之后 其实三里屯那边已经是有点 就是已经有点现在的样子了 其实咱们仨啊 真是代表三里屯的三个阶段 就咱们仨出没在三里屯啊 时间刚好 他我那天看你写一篇文章 你是在三里屯这块待到 84到90吗 84到90吧 你看你走了 我就来了 我就是90年的时候 因为在北京啊 拍一个什么肥皂剧啊什么的 然后呢我就开始 混聚于三里屯90年到九几年 就这几年 那我刚好是00年 对了 然后你是就最新的 一直到现在的 这个阶段 对对对 所以 飞鸿老师在哪个阶段出现 飞鸿 你还别说啊 我跟飞鸿老师 还就是在 就是九年认识的 那个时候认识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对这个飞鸿老师很佩服啊 就是 就是当时我记得在一个 就是酒吧里 就是在我的那个 在三里屯 飞鸿老师在唱歌 玩的 没有没有 在玩的那个阶段呢 其实三里屯有一些酒吧呀 就是他们文艺界人士 喜欢在那个地方 没有什么外来的游客 还根本没有 00年好像已经不行了 对对对 酒吧街好像已经是游客 才去的地儿了 我那时候听北京的朋友 是这么说的 所以好像00年前后 北京人本身就已经不去 酒吧街 我经常问你干点别的事 不我那种 那地方 那我好像还 你这问题 你自己门清 你问他干嘛 九几年的时候 我还真是按你说的 见过在那些文人聚会的时候 在酒吧街见过飞鸿 但是你不在场 后来你走了 我就来 是吗 飞鸿老师就看着 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 就说 为什么都不是你 我觉得他确实 我在那个地方认识的 还不光飞鸿老师呢 还有后来跟你传说 有些关系的人 行 别互相拆台 别互相拆台 咱们现在就看看 就是咱们曾经 盘缓过的地方 今天变成了什么样子 你可以看看 三屯杯子是那个 这就是现在说的 就是北京要整顿了 这种什么叫破墙 开动的这种 就拆除 很有争议 很有争议 你有看法吗 我就是这样 中国这种事 也挺难办的 你说吧 不管吧 有些人就会过分 然后你管呢 就会管得毫无生气 一直是这样 就是从西汉到现在 好像就没怎么变过 所以三屯也一样 你说原来 我在那边上中学的时候 有些同学住在那块 你说晚上一直唱到三点四点 他们就总认为 自己不学习 是因为这帮人太吵了 然后自己变成流氓 是因为这些人太坏了 对吧 但是转回来说 你说如果把这些都拆了 你自己再建一个新街 那一定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 一定没那时候好玩 那时候你就一家店一家店走过来 然后一天可能喝七八杯啤酒 五六瓶 你就觉得生活好丰富 那现在长得都一样了 对吧 比如说多文涛 多文涛 多文涛 你到第三个时候 怎么整天都遇上多文涛 你就很烦了 能不能碰见个冯唐 就是这意思 而且会那样 那样子的街 会不会更有人情味一点点 就是因为你时间长了 如果他老板一直不换 那个店面依然是那样子 那么多年过去 你看见他 你就会心里有一种 哎呀 就我过去的岁月 我年轻时候的感觉 如果进去以后 发现老板的儿子 现在在那当老板的 那种情感的流动会 就我感觉是很多老北京 就我身边很多北京人 他对赃街的这种回忆 可能很多时候 或者是这种老街 不一定是赃街 你可以看看 他们这几天集体的哀鸣 就是因为这个拆了 你看什么不爱回家的孩子都知道 这是当年他们在这 都有过一些什么 不看回首的往事 是吧 什么你看 陷入回忆模式 小小老店 大鸡排 24小时小 其实我对这些都很陌生了 对 就是我已经离开三里屯很久了 深夜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再看 被拆走的不是当街 而是小时候印象中 很多外国人的灯红酒绿 是刚出高中 偷偷混夜场的忐忑 是无数个奇迹的夜晚 是街角遇到陌生人的兴奋 喝多了之后的经历和傻事 都是最真实的历历在目 成长可能就是要学会说再见 这像是冯唐的文笔 看看 我有这么认识吗 一点都不色情 我还听说三里屯当街 我还真的是很多年没去 我纯粹是看资料 我说你们都堕落成这样了 在这些人的回忆就说 什么酒肉性 在这个里边都能找得到 真的 我不知道 我就看这个资料 酒肉性都能找得到 然后就是说 描写的那个 我觉得那是中国 说有些酒吧 他们说有些人的回忆 就是什么 一手推着厕所门 厕所门都插不上 一手摸着姑娘的胸 上下几手 然后说厕所都不干净 什么满满满满满 这屎尿横流 我说他塑造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见过 然后就是说永远调出一杯什么样的酒 有个老外 然后说在有个酒吧里 有个西班牙小哥们 每天带一个不同的中国妞 北京妞 就是等等 就竟有这样一些回忆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头捋起 先捋捋逢堂这一条 你是中学就在三里屯 我是84年初中去的那个巴尔庄 巴尔庄就在白尔庄 当时那个中坊街那块 其实离这现在所谓的三里屯 北街南街 特别是南街 就差了四五百米 然后那时候那边 八几年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现在那些酒吧呀 什么藏阔 我不知道三宫现在还有没有 都是七配一条街 就是摆一个车 我说不知道偷的 或者怎么着哪来的 然后精光给它拆了 弄成配件 然后你比如说 你有一个下历 缺个东西给你怼 怼不上 就干这个事 跟夜生活没什么关系 最开始跟夜生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记忆 然后最多有点小卖铺 小卖铺卖北京黑盘 白盘的那种啤酒 就叫北京啤酒 好像一个奥雷啤酒 所谓的夜生活 怎么起的呢 因为那边靠近 就三屯这块 靠近第二十贯区 第一十贯区 就是永安里那块 就是现在秀水那块 没什么空地 也没有什么闲杂居民楼 就是你想生长出 你这个所谓 你说藏街也好 这个酒吧也好 也都没地 但是第二十贯区 就现在三屯北街这个位置 有些原来的居民楼 这些有些原来纺织部的 有些外交部的 这些居民楼 居民楼下边 多多少少有一点 行人道什么之类 可以私盖赖建一些东西 然后才慢慢开始 有一点说 外国人跟我们那时候 生活情况不一样 说晚上想出来喝杯东西 哪怕在家也可以喝杯东西 但他就想出去喝杯东西 哪怕坐在马拉雅上喝杯东西 慢慢就开始有 满足他们的需要的一些服务 中国人一看 喝杯东西 在北京的杀人暴里 好像也挺有意思的 那出来反正也没见过火星 就出来看一眼 然后也开始 中国人开始喝 就是那样慢慢开始 在周围 我记得最早 就三屯那著名堵的 那个十字路口 然后有一个大啤酒 那个大扎立的 那麦小半部 那块周围靠北一点 这三屯威力纸前后 东边西边 有那麽四五家出来 然后一点点开始发展 就像一个很自然生长的 有可能你觉得不太好看 但是有它自己的逻辑 在开始几边在长 那是最早的 最早的记忆 你的记忆呢 我到我这块的时候 因为我没交过外国男朋友 真的吗 他们真的没交过 这也算报应算了 这真的没交过 ABC ABC都没有过 太遗憾了 所以英女就没有过 所以 所以真没去过 今天你老公没跟你来 他知道 不过我真的是 没交过外国男朋友 他们说 只要交过外国男朋友女孩 会对那边 会更加的有感情和熟悉一些 因为外国男朋友会带你去那边 因为那一块就是 就是老外聚集 一开始都是老外聚集比较多 后来也是老外聚集比较多 因为使馆区在附近 所以带着女朋友去那边 然后他们外国人之间 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聚会 然后还带着中国女朋友 到那边去的比较多 对 那个时候这种 就是在我们这些嫉妒的 中国男人嘴里 就说说不说好话来了 管这个就叫扛扬枪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那连你的那些中国男朋友 都带你去哪儿玩 你看我在北京的中国男朋友 想想想 哎呀他们都带我去哪儿玩了 我的天哪 带我去吃炉煮 因为我好吃 就吃遍了北京各种小吃 什么炸酱面 炉煮 什么炒肝 还带我去喝过豆汁 当然我喝不了 就唯一就是喝不了那个 然后还有臭豆腐 馒头片 就是这些 真的我也有吃炉煮的经历 吃在那个北新桥 好像还是个国营的 是个好店 哎呦那太好吃了 我就跟你说 有的时候就说 这个泡扒的人 出来到那儿吃 来一碗 就是来一碗底 就是沿着平安大街过去 正常就先走到 那个也是油腻腻的 我就来一碗底 一般第二天早上起来 第一顿肯定拉肚子 拉稀 但是好吃 放上那个腊油 然后就是这个炉煮 有一次带一个德国小伙子去吃 那德国小伙子觉得好像我们是野蛮人一样 吃 我就有一个记忆 我跟我一个哥们就在那吃 很多人啊 半夜里啊 包括很多这个开提示的什么 都在那喝小酒 就那种 是喝烈酒 配烈酒 对 喝二过头 我记得特逗 就是我跟我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其实跟那个冯小刚也挺熟 你知道 主要是因为 他们不是不能评论 但是呢 这个 在那么一个情况下 当时我才 出去乐 就是那个北新乔那个吃炉煮啊 我们在吃背后几个北京的男女 而且还是中年人 他说干 冯小刚 冯小刚多俗啊 冯小刚拍的片子 我就看不上 哪有那么俗的 但问题我觉得这帮人 你觉得吗 看着比谁都俗 这冯小刚太俗了 多文涛都说没文化了 多没文化 我觉得特逗 因为我的状态不一样啊 就可能跟 因为我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呢 我对北京的向往 更多的是在于它古老的部分 或者是比如说四号院啊 这是属于比较北方的 或者是比较北方感觉的东西 而不是它阳气的部分 因为阳气的部分 跟广州区别也没有太大 那些商场啊 那些高楼啊 对吧 然后那些酒吧啊 广州都有 所以我来北京以后 我更愿意去看 就北京非常 或者市民的 或者是它特别古老的 这两部分东西 所以我的北京男朋友 没有门啊 对 他带我都是这些地方 北京男朋友 反正起码是挺省钱的 是吧 我当时也在想 当然 二十万年一晚上就过了 还真是 这么想想 我跟你说 你也要找一外国人 也不一定能好多少 北京也是国际破楼户云集之地 我也不算在混三里屯的 我还有一阵混骨楼 他们就说 在北京的这个老外啊 旧骨楼戴 就瞧不起三里屯的 对对对 混骨楼的和混三里屯的 还是两帮 就是混骨楼的 其实呢 要照顾 更穷 更穷 要照顾三里屯的说 那连卢主都不就给你吃了 那为什么 直接带你去杀钱小吃 那都是福建来的 为什么骨楼的 还会看不起三里屯的呢 骨楼的觉得 三里屯的装 你知道吗 就装叉 在骨楼的看来 三里屯就算高消费了 你说本来就在北京了 在一个千年古都 你还喝一杯抓 抓马踢你 有病 那换换后海的呢 我记得有段时间 好像很多文艺青年 都在后海 后海我就记得 那个时候就是 好像豆韦经常去那 做的有个叫白房子 白丰的酒吧 白丰的酒吧 就在银定桥 拆了也拆了 对 拆了 好久没去了 就是他在那个 那个银定桥的 东北边一点 拆了 哎呦 真是 我还挺留恋 那个时候的 你真的 你夏天 外边就是后海 哎呦 喝杯茶 或者喝点小酒 姑娘成百畅千的 走来走去 姑娘 眼里只有姑娘 那你没事 你拿杯酒看街上 看啥 你看啥 不是 咱还是说 你的三里屯 你的这个童年 少年在那长大 就是说你的青春发育 就是跟三里屯密切相关呗 可以这么讲 对 是吗 我 你青春的这个躁动啊 跟那儿都是水土相连 对我84年上 上初一的时候 一米 一米七不到 然后毕业了之后 就一米八一了 长个儿 三里屯 三里屯催出 他这信息速的 发育器 然后当时我们 到了冬天呢 体育老师 一个体育老师 特别想省事 就让我们跑圈 跑圈呢 出了学校 就左转往西 一直跑到新东路 然后再往北 就跑到现在城市宾馆 然后转过来 就是沿着三里屯 现在那个 往长空桥 那个方向跑 到昭龙饭店 再往南 绕一圈 有时候他一圈 还觉得不够 我说你们再跑一圈 大概就三千米了 然后他总是担心啊 我们年岁变大 就变你这么大的时候 年过半百 或接近半百的时候 就怕你 怕你后半夜不行 然后他就一直 总是担心 他担心两个事 一个担心 中日友谊战 另外一个担心 就是你后半夜不行 然后就想说 至少要跑三千 冬天的时候 一星期要跑两次 你就是怕有这一天 所以才有 不是 他怕 他怕 等一下 我有个地方没听到 什么叫后半夜不行啊 这事 我改天领你 到我们中老年俱乐部 去聊聊 这是我们那儿的热门话题 我就是说 你们作家 挺骚情的 是吧 就是对你来说 其实在咱们 咱要救三里屯的 这个记忆来说 对吧 你是我们当中的后半夜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从90年之前 对 所以你看到它一个阶段 又一个阶段的变化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触吗 我觉得祖国真的是强大了 党真是好 怎么说 你明显看嘛 原来是 10块钱一杯啤酒 然后你喝一晚上 当然 父母才挣200多块钱一个月嘛 100多块钱一个月 那时候已经觉得挺奢侈了 然后慢慢呢 你也能挣点钱 然后这个啤酒 基本可以往死了喝了 然后也觉得能付得起 然后 最开始呢 那周围 可以说屁都没有 但那个时候 坦白讲 有更好的音乐 对我来说 我也不懂 但是什么 有一个叫河 然后藏树 你知道 就是在三人屯南街那边 有好多Hidden Tree 然后 差不多 北京聚集了 中国一半以上的 代引号的好的民谣 乐队 而三人屯那块 可能聚集了这一半里边 另外一半 你听得 好像 它真是有点苦闷 它真是有点要表达的东西 它真是想说点啥 不像现在 比如说你看 陶文涛整天要弄枪枪 对吧 快二十年了 他还得说 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 它真的是要表达 然后 到了后来呢 你会 你会 你会觉得 它这个变化 又快 又稳 又自然 就到今天了 到今天呢 可能也到盘整的时候了 忽然需要 需要拆 但是你看 你这说里边 我就听出有两个阶段 它一个阶段呢 好像今天的很多这个 这个文人呢 搜客呀 或者这个歌手啊 好像当年在这个地方混过 在那写东西 在那唱啊 但是到后来呢 它实际有了一个更加的商业消费化 就慢慢的呢 连这些人也不去那混了 你看到的是更多的游客 或者是更多的这个 各个阶层的人在那 它就又有一个发展 这在北京是逐渐的 像我们这种 穷是被往外赶的一个过程 最开始是三星团 已经挺靠近了 有洋气压等等 慢慢呢 消费不起了 因为一晚上 对吧 如果 自己再带点朋友 再买晚单 可能一个月的生费都不够了 然后就去哪 就是扫上地嘛 就往外围签了嘛 扫上地再混不下去了 那是宋庄嘛 宋庄最近再混不下去了 就河北找一地嘛 那个熊县也不让去了 反正就找点哪穷哪破 反正看看稍稍有点味道 就这么呆 实际上一步一步被赶走了 是被赶走的吗 我一直觉得是 你们觉得这太商业化了 然后已经不够纯粹了 不够真诚了 还有还有七九八 都是金钱交易了 还有七九八 我觉得两方面吧 一方面呢 是越来越贵 一方面呢 觉得味道越来越不对 就是你看七九八 最开始之后 我还记着 我当时有一个朋友 在那开了第一个画廊 应该叫人 就是孔子说人 那个那个 一个单力人 一个二 那时候还挺好的 你可以走的时候 你遇不见一个人 你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觉得那大厂房 好魔幻 你现在去试试 全是 那基本上 比天安门广场还热闹 对吧 然后如果你要是一个 艺术家也好 你就 你感觉不到那种凄凉 感觉不到那种 内心的这个孤独 你在那待着 整天被人 帮帮敲敲门 看看你在干什么 你就没法待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真是那句话 就是叫什么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什么事 好像你想吧 某个地方 都是最早的时候 最好 比如说 我见很多人都讲 好像一个酒吧 最早的时候 这就像是巴黎 那个蒙马特区 比如说 你看后来历史记载 会发现那个时候 印象派的画家 包括他们所喜爱的妓女 都在那混 对吧 一时风流之地 可是今天你去看 游客遍地 这都是 往往 比如说三里屯 也有些时候这样 我就记得 就是所谓的 你们文艺界 就是 它这个酒吧 最开始 你会看到 就是今天成名的 很多作家 歌手 音乐家 当然咱不能排斥 其他的人进入 但是也 那个时候挺奇怪的 真的挺奇怪的 就是说 大家莫名其妙地 就都去了这一个地方 别人 好像其他界别的人 也不大往这去 但是往往玩到后来 你为什么 慢慢你不去了 就是一般 这哥几个就说 就是人砸了 什么叫人砸了 就是说 你看一些 西装革履的 哪家这公文包的 就来了 或者说 原来那里边 真的是帅哥靓女 我跟你说 她那种帅哥靓女 是你们这种模特 是什么 是那种 就所谓文艺界的 对吧 但到后来 跟着你文艺界的 进来的 也有一些女孩子 你慢慢看着 怎么像是旁边 叶总会刚下班的 然后在周围 可能就坐了一圈 满脸油汗的主 抱着个公文包 就盯着 围走中年男 就盯着女的 就这么看 暴露出风塘的眼神 你知道 蛤家伙 你说 慢慢的 你就感觉 好像这个地方 不再属于你了 这个经验 我可能只有 在广州的时候 有过 就那会儿我们 所谓就是一帮喜欢 就我的一些哥哥姐姐们 他们比较喜欢艺术 喜欢你的哥哥和姐姐 对 他们比较喜欢艺术 我比较喜欢他们 然后他们那时候 喜欢在一个酒吧里头 但那个酒吧 因为新开业 我觉得什么 为什么是新的好呢 你想想一个酒吧刚开业 他没啥客人 他是不是会对每个客人 都特别真诚 特别好 服务也特别好 而且这个酒吧的老板 本身自己有些朋友 所以他一开始的客人 可能基于这个老板 本身 他的喜好 比如他本身 就是一个艺术爱好者 他周围可能就有 很多艺术家的朋友 过来捧场 那这个酒吧里头都是自己朋友 那当然他的态度 他的服务 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都跟下朋友和亲人间的 而不像老板跟客人间的 然后当然等了 然后中间有个作家 像冯涛老师这样的 写了一篇文章 关于这个酒吧里的 某一些风流运势 什么 红了 对 红 好多人看过这篇文章 说我要来朝圣 对吧 真是 我跟你说 我还想起来 三里头现在叫桑街 当年好多这个脏话 就是你比如说 我现在想起来 也是挺尊重你们这个行业的 那个时候 比如说 就是我跟风唐哥 两个当时一坐 然后专门有朋友 认识你们模特 快快快 叫叫叫 他叫什么 骆驼队长 那是管理活 叫骆驼 为什么呀 特高是吧 所以就有些男的 就跟很多模特认识 我们就跟他交朋友 快快了队长 那是你 那是你 这些鸡皮落出来 哈哈哈 千里非 你 你